其实你要少跟员工倒鸡汤 然后多跟员工谈钱 你怎么样去提升你员工的执行力 其实三个字就是给钱多 你半夜三点钟你让他开会他都来 其实一座土丘跑不出日行千里的豪马 一汪清水游不出翻江倒海的交融 一堆干草养不出凶猛善战的群狼 员工的狼性它不是你养出来的 员工的狼性是你用钱砸出来的 你给钱多 员工看到工作就像眼睛发光的狼 用人正非的话说 当你给钱到位的时候 不是狼它也就变成了一只狼 你给钱少 员工做事情就像软绵绵的羊 尤其是在大城市北上广深的年轻人 你以为80后90后为什么爱大城市 是为了高攀不起的房价吗 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爱情吗 还是为了奢侈的理想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没有学历没有背景 没有爹妈支持的普通人 选择真的是太少了 只有搞钱才有安全感 所以要当好老板一定要有气度 有格局 这事你做这锅我背 说是这句话的老板 谁能不放心的给你好好干 这钱给你和我一起实现梦想 听到这句话的员工 谁会没有干尽 所以什么样叫格局 格局首先的第一点就是 是 是 是